不如这样 要是另一边赢了 三年内 让我任选一名新生加入魂岛系 如何 你这是又觊觎上 我们武魂系的人了 什么叫你们武魂系的人 他们只是新生 三年级的时候 才会决定精修哪一系 你们武魂系 只是进行基础教育而已 那我们就更得各凭本事了 别那么绝情啊老爷 我保证不挑 你已经选中的核心弟子 也不挑那些二年级毕业前 就达到三十级以上的 行不行 这样子 你们应该少挑了 你也知道我们那个计划 没有武魂比较好的学员 魂岛系就算做出 再好的魂岛器 也没人驾驭得了 行吧 小子 别让我们魂岛系失望啊 他可是本场决赛中 唯一一个三皇魂子 你们搬那个七宝琉璃塔 也是三魂 可你不照样输给我一块魂骨吗 宁天只是辅助 戴华兵可是实打实的强功 我看你能得益多久 比赛 开始 白狐 附体 一 停 第一魂剑 精神探测共享 你的力量太弱了 不像个男人 你强功小明尊时 你突然跌下 你强功小明尊时 你突然跌下去 即使我后的精神不下 还是能拯架 他们太弱了 一个回合就能解出战断 九风来一箱 第一魂剑 迟缓 我的速度突然下降了 速度变慢了 看我的 第一魂技 美惑 千万没看他的眼睛 糟糕 消消的技能被阻动 九尾狐武魂在兽武魂中可是高等的存在 每多一个魂魂尾巴就会多一条 实力也就更加强大 翠雅杰虽然只有两尾 但阻断只附加了一个魂魂的九凤来日消 还是大财小财 死住 你还能坚持多久 这句话应该是 我问你的 第二魂技 第一魂技 白虎烈阔波 是一扎刀 强弓对强弓 两队的主攻手正名硬黄幽 这种力量的差距太明显了 邪魔白虎代加的强弓魂技极致阳刚 正面对抗显然是极不理智 可惜 弓东 先管好你自己吧 带华兵镇飞王东 存在绝对一段萧萧 二环的诸禄对上那个一环的小子 一个回合的交手 这就是他千年魂技的威力吗 圣灯 上当 朱雅琪 想去当你的同伴 全顾我这一关 要是竹鹿还不能突破三升阵魂点 带华兵一打二 可未必有胜算 小小 帮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瞧 会靠技能打中带华兵这个三皇魂移 可惜 被他逃脱了 白虎一族与朱家 什么传承 都忘了 成败在此一步 幽灵白虎 白虎